我們在訪問羅恩斯安斯斯 他有很大的報告 這是第一次在社交媒體上發生的事 跟現時的問題和答案 並沒有訊息 你看到德桑蒂斯 將在推特所屬平台接受馬斯克的訪問 公布要爭取提名的影片 儘管川普被視為黨內熱門人選 但是德桑蒂斯的支持度略生一籌 這也讓他成為了川普重返白宮之路的最大威脅